王思聪2500亿资产,只剩下250亿不动产,王健林,爸爸建立了王健林,1954年10月24日,生于四川省广原市沧溪县,1989年起担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欲有一个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名叫王子聪,纵观王健林的财富增长记录,据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看,从2008年开始,王健林从当年的个人财富57.11亿到2017年个人财富1668亿,十年时间增长了近30倍, 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王健林以个人净资产,860亿人民币问定中国首富,并连续2014、2015、2016年,登定中国首富,并据2015年胡云百富榜发布的榜单显示, 王健林曾以2600亿财富,超过李嘉诚成为了全球华人首富,当然,这个算法不科学,实际上李嘉诚的财富至少是王健林的十倍以上, 单单李嘉诚胜利的家族现货基金就高达800亿美元,王思聪2500亿基产,只剩下250亿不动产, 王健林,爸爸建立了纵货王健林这五年来收购的海外项目,都是房地产与文娱产业,在万达的多子年会上, 王健林誓言要带领万达,成为世界基的超级公司,海外并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也有人说,王健林此举可谓是一键双标,一方面是确实实用收购境外项目来布局万达, 比如收购的澳大利亚第二院线,欧洲最大院线,北欧最大院线,大院线以及美国抢卖影业,美国传奇影业工等公司, 都是为了打造万达世界级电影巨型企业做准备,王健林好言将让中国电影,通过收购称把好莱坞, 以至于当时的王健林有点忘乎所以,说了很多现在看来很可笑的话语,不过在当时,没人怀疑王健林做不到啊, 王思聪2500亿资产,只剩下250亿不动产,王健林,爸爸建立了在旧市2013年投资建设的伦多外达酒店, 当时投入资金高达7亿,如今这个酒店已经建成,成为了伦敦地标型建筑之一, 市值怎么也有近30亿人民币吧,算是王健林给王思聪,在海外留下较为优质的不动产之一了, 另外,王健林在2014年7月,中标美国洛杉矶比伯利山市威尔西尔大到9900号项目比快, 当时计划投资12亿美元,用于建设高端升华的综合性地标项目, 目前这项目已经四年时间,大部分已经按照计划落实了, 又是一个优质的海外不动产,优质资产, 还有就是王健林在2015年投资10亿美元的两座位于爱琴海边上西地的 Efford大厦和Fairfax House大楼,又是一笔高达60亿人民币的优质资产, 说白了,就算王思聪将来已无所有了, 单单这两座大厦收收租金一年都有几千万美元了, 王思聪2500亿资产,只剩下250亿不动产, 王健林,爸爸建立两站呢,物极必反, 2017年的万达遭遇了十无前例的危机, 一篇王健林的滑线炉, 诠释了当时王健林验龄重重危机, 这篇王健林的滑线炉,在网上依然搜索得到, 8月18日,国家下达了境外投资红线, 这让王健林越发遇到了麻烦, 看看国家限制类的具体名单,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 企业俱乐部等, 您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这些限制完完全全, 是王健林这些年来投资的主要项目, 大家不妨看看下图罗列的王健林境外投资, 23个项目, 瞧瞧中招, 有分析人士客观的评论, 趁一些企业如万达, 未能准究把握国家走出去的真正战略导向, 开展海外投资缺乏系统规划盲目决策, 后续经营困难, 早晨较大经济损失, 王思聪2500亿资产, 只剩下250亿不动产, 王健林, 爸爸建立了王健林作为万达集团的老总, 但万达一直掌握着生杀大权, 万达的很多投资项目必须经由他手, 但是最近这两年, 万达除了在房地产行业之外, 在其他的领域却没有像大家相向中的, 那么顺利国外的资金紧张, 就会直接导致国内的经济链调售损, 所以王健林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尽量保住自己的产业, 但是事情总不能面面俱到, 想要保住在越多就越会导致产业的流失, 现在王健林在海外的产业减少, 到了只有五百亿左右,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本来这些企业都是王健林想要留给自己的儿子王思聪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这两年做头的资, 做得风生水起, 自己却给儿子拖了后腿, 不过做生意的人有成功的时候就会有势力的时候, 不可能一直成功下去, 大家对这个时间有什么? 感谢观看